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在酒店隔离的第12天 我今天这是第二支视频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次的疫情 就没想到我们普通人 其实是很多 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和困境 只是有些人就是被看到了 有些人就没有看到 就是昨天在微博上 就是发现了一个人的一个微博 是滞留在非洲 他的微博的名字叫鲁嘉宾 他怎么被大家发现了呢 是因为就是在这个 埃塞俄比亚留学生滞留的这个事情上 他有一句话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他说这些留学生都已经到了埃塞俄比亚 还至于说是球员大使馆吗 他说要是我的话分分钟走回国 然后因为他这句话 大家都会觉得他可能是胡说八道嘛 所以就有人就骂他 然后结果有人骂了他以后呢 就跑到他微博里去看 居然发现这个人真的现在是在徒步回国 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也关注了这个小伙子的这个微博啊 然后我发现这个是这个竟然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这个小伙子呢他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然后今年春天毕业的 他是在春节初二的时候 一月二十六号从苏州开始出发 然后去了什么俄罗斯啊 好像还到了瑞士 反正主归呢他是爱好摄影 然后他有这个穷游的经历 他喜欢旅游 应该算是 所以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这个环球的这个旅行啊 因为因为非洲现在不是也开始这种那个 就是边境也开始封锁了吗 他就被隔离到非洲以后呢 他就想着说我不能这个坐以待毙啊 在非洲 因为他现在处的那个地方呢 我看下面有人留言告诉他说 你现在处的非洲那个地方是非常落后 又贫穷 医疗各方面都非常差的地方 嘱咐他一定要小心啊 就是注意安全 然后他当时的决定就是说 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然后他就就是一路上 他就按着他的目标 他有也很艰难的一些选择吧 就是大概他要怎么回来 因为他的这个航班都没有了 然后大巴呢也没有了 所以他就开始徒步 真的是徒步走啊 因为他这个徒步走呢 他有一段行程呢 是在大草原上 然后他一个人在走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崩溃了 因为你想想非洲的大草原又热 然后对于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四的学生来讲 其实那种恐怖啊 就是我们其实是能想象 我们虽然不能亲身体会他的感觉 但是是能想象到的 他就说他在这个大草原上走的时候 他已经崩溃走崩溃了 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这个非洲一个小哥 这个卡车 这个司机还挺好 就是让他去搭车了 我感觉他应该是觉得自己走不出去那个大草原嘛 然后可能会困死在里面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一辆车 而且他这个小伙子还愿意去拉他 他都被感动哭了 因为他在非洲呢 体会到了就是人人害怕他 他说他刚一坐下呢 人家就都起来躲开他 所以他在非洲呢 出境也有点艰难 然后他在这个路上 卡车司机说 说我一定要那个按正常的手续出境 结果他睡着落在那个卡车上 那个小伙子就直接带他出境了 然后他就进入了 我记得好像叫马里 然后他就把他带到 直接就带到这个国家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进入这个国家以后 其实是有几道关卡 就是要查的嘛 然后那个卡车司机 就把他藏在那个座位的后面 所以他们就胡乱照了照 没有发现他 他就身份现在就竟然变成了 这个偷偷客了 接下来他怎么 他的目标是想到达这个爱塞俄比亚 到达爱塞俄比亚 他的说法是说 离中国已经非常近了 所以他才能说出来 那个就是已经到了爱塞俄比亚 还有什么矫情的呢 他说他是开玩笑的话 没想到第二天一睁眼 他的微博火了 就是因为这句话 被别人关注到 他原来真的在步行回家 他一千多公里 他走了一部分搭车 还搭过毛驴车 搭过这个大卡车 所以能让他能搭车的人 就非常感谢 他现在到了这个马里吧 到了这个国家以后呢 他想着说 他自己微博上写着说 他去了那个阿尔及利亚的大使馆 说是那个大使馆的人 倒是态度挺好的 但是告诉他说 不能就是已经停止了签证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他们国家了 那么他的行程呢 就变成了特别艰难的一个选择 就是还有第二个选择 就是他要经过八个国家 才能到达埃塞俄比亚 所以这个行程 他说就是对他来说 就是人生当中从来没经历过 这些危险 这些艰难 这些艰难的选择 他说那个他现在呢 就想他不想再继续往下走了 他觉得太累了 因为不光累还有风险嘛 所以他想着说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再坐大巴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他暂时在那个地方停留下来 那个现在居然开始写他的论文了 因为他的毕业论文呢 还有十天就要交了 如果不交应该影响到他毕业嘛 所以他现在竟然在那个小旅馆里边 开始想把他那个论文完成 他还不想把他的毕业受影响 所以这个小伙子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是不错的 可是就是没想到他火了以后呢 就很多人就开始就把他之前的微博 包括在网上就开始人肉他 人肉他就发现呢 这个小伙子之前跟他的女朋友啊 在网上大战了一段时间啊 就是女朋友的意思就是说他整天纠缠他 然后就很多人说他是个渣男嘛 包括还有就是他之前的微博里边 有说过一些就是不同观点的话吧 所以就下边就有人 有两个他贴了两个标签 一个是他是渣男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不爱国的人 所以就是就是他发表的是一些不同的观点吧 应该说是 然后就导致了很多人在下面就骂他 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渣男就死在外边不要回来了 看到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 他当过兵后来上的大学 他比一般人要坚强要勇敢 所以我觉得这要是换了我的话 我基本上就崩溃了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那种非洲被陷在那么远的地方 他说他接下来还有两万五千多里 所以所以不知道就是到底他怎么能回国啊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说 他呢这个人我感觉是一个能苦中作乐的 他这个文字还比较幽默 所以我的观点 我是想就是我们也无从查证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渣男 然后他到底是不是爱国还是不爱国啊 我倒不觉得说 说一些发表不同的一些意见就是不爱国 就是客观的去评论一些事情 就是不可能是一种声音嘛 所以具体到这个小伙子啊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上升到那个那么高的高度啊 去评价他 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国人 就即使他是渣男 他现在被困在了非洲那么危险的地方 然后他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的麻烦 他没有求助也没有说要求谁来救助他 他只是凭着自己的这个智慧和能力 然后凭着自己的这种强大的内心啊 他在安排自己的行程 在那么艰难 我看那个小脸已经晒得黑黑的 然后那个脚 那个就是整体上看着 那衣服脏到了都看不出来白色了 你想想多么的可怜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挺幽默 然后他也说了 他说我你说我是小说也好 你说我是渣男也好 他说我就是纯存脆脆的想回家 我就非常想回家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真的是 我就有被感动到 我觉得他说的是这样 现在他真实想法就是赶紧想回家 因为外面太不安全了 只能说他之前这个判断上失误了 没想到这个疫情最后在全世界扩散 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 那我是觉得就是大家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下面 应该多鼓励他 我们也帮不上他什么东西 而且就是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这个经历过程当中 我们向他学习一点东西 有没有想过如果是自己 处在他这个环境 自己要怎么办呢 那你设身处地地想 你会从他身上你学到一些东西不好吗 就是花那么多的精力去骂他 去人肉他 有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必要吧 能不能从这个 这场疫情当中 从别人身上 从普通人的身上 多学一点东西啊 让自己 人的基本的这个生存 要一个基本的安全 我觉得这都不犯错呀 就哪怕在监狱里的人 他也要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的条件提供给他 对不对 更何况人家只是跟女朋友分手 然后至于说是不是过分地去骚扰人家 这东西其实我觉得第三者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吧 没有办法判断人家到底是不是渣男 我也是在微博上转了他几篇这个微博 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他 能关心他 因为我看到 现在已经有人在下边给他出一些主意 因为毕竟有一些人 已经是那个有经验在那边 他毕竟是没有经验在南 在那个非洲那边 然后我看 今天微博他说 他这个通过这个是一句话 然后火了以后呢 就很多人联系他 原来在非洲他说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人 中国人 他说有那个 有那个做小生意的呀 有开小店的呀 就是各种有旅游的呀 各种各样的人 个体在那边被困在那边了 所以他们那个都是那种正在艰难的挣扎 只是我们看不到 我之前你在强调的啊 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发生的渠道啊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他说有太多的人联系他 这些人都被困在非洲了 然后都在各自的想办法 那么那些人呢 就是没有人被关注到呢 应该他也是没有发生的渠道 这个小伙子呢 他一个是他蹭了一个热度 他说了那么一句话 别人关注 另外他之前呢 他在微博上一直有分享 他有三万多的关注量 他还是有一点基础的 要不然也不会被关注到 就是没有看到说 来自于非洲的普通人 在怎样的挣扎 在怎样的在内 就是整个非洲也断航 断了交通 然后中国也回不来的情况下 倒是到底是怎样的一种 一种艰辛啊 就是外界其实是无从看到的 通过这个小伙子呢 我倒是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窗口 然后呢我就更多的去转发他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有能力的人关注到他 是不是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啊 这个基本的安全方面 能不能帮到他 这也是我的一个初衷吧 所以我也给他转发了好多 想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啊 真的是很多人啊 就是陷入到了 不是我们现在说啊 在酒店里隔离怎么样 然后或者是在家里 是不是难受 基本上这都跟他们比起来 这是真的不算什么了 就是有点矫情的感觉了啊 就是他们那种困境 真的是让人很绝望的感觉 那我今天呢 来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